我想我們修法的道理非常簡單 不能一手在中國拿錢 一手在台灣操控媒體 一手在中國有利益 一手在台灣介入政治 有人選總統 那他要交代 他在中國利益 或他拿中國政府多少補助 可是經營媒體 我想這個是更大範圍的 就像剛才國長講 有公共性的問題 有多元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應該要積極的來立法 來規範 那各黨團 其實今天早上媒體也有反應 我們希望大家都從台灣民主防衛角度出發 民黨黨團有提出 那要修數位通訊傳播法 我們也不反對 我們也希望 通常會 執政黨黨團 能提出他們相對的版本出來 讓這個事情 讓這個法案 能在這個會期 甚至我們期待 在總統大選前能進出的通過 都會被動辱 都會被動辱 無論如何 全都會被動辱 還要這樣 我們都會被動辱 所以我們常常會被動辱 例如 有什麼 那些事情 都會被動辱